这一期讲一下石叶茅膏菜 石叶茅膏菜外观奇特 捕食也很奇特 它个头不大 因而显得有点低调 但它却是一种有趣的小型捕虫植物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它应该不陌生 阴湿的灌虫下或溪流岸边 经常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而且同一片湿地上 晒得到阳光的蜘蛛 颜色越发红艳 不用猜肯定有许多人曾经摆到的小蚊蚓 放在它的粘液上 时不时观察它消化小虫子的一种经历 茅膏菜它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台湾等地 它是一种草本植物 叶茅生叶叶成石形、固耳得名 文献显示叶片最宽处25毫米 而这一株呢 它个体比较大 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有7毫米 页圆页面密皮线毛 页背5毛 它的花果期一般都是在三到九月 而今年的天气比较特殊 目前它就已经快要开花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它一个螺状的一个花絮 是比较长的 像视频中的这个的话已经达到差不多25公分了 毛高菜的夜行奇特 种植简单 可谓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观赏之物 这一期拍摄的时候 还会等到花开 比较可惜 那大概下周的话 再过来它们应该就已经开花了 可以看到 长势旺盛的毛高菜 现毛上 你还念着几只还没消化完的受害者 好了 本期就到此结束 下次补上花开的部分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点个赞 收藏 加关注支持吧 谢谢观看